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字探客单TU1版第222-224集 台湾称呼版第241-243集 人鱼失踪记 故事要从三天前说起 这天,福布评刺收到一封来自人鱼岛的信 信上写着 人鱼即将遭人杀害 快来救救他 署名是门邪杀之 评刺自然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鱼这种说法 引他注意的是信上一个奇怪的现象 收件人明明是他 信的开头写的却是洗衣机的名字 因此,他特意通过信上预留的手机号 联系机信人确认情况 电话第一次接通后 就立即被人挂断 之后就再也无法接通了 于是,平慈和荷叶带着毛利一家三口奔赴人鱼岛 为了弄清楚杀之的来头 毛利一行就直奔接待处 开始向工作人员打听杀之的情况 但是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杀之已经失踪了三天 由于今天正好是岛上举办一年一度 如更庆典的日子 工作人员要去为庆典做准备 所以,关于杀之的其他情况 工作人员让毛利他们去询问杀之的老板 如更,也就是俗称的美人鱼 是种栖息在海底的哺乳类 自古以来,如更肉就一直被当作 长生不老的咸丹妙药 据说人鱼岛上有个吃了人鱼肉而长生不老的 长寿婆婆,叫导带 她将每年利用念力所长出的头发 做成了如更之剑 然后在庆典上将这三只剑颁发给村民 拿到如更之剑的人 便也能和长寿婆一样藏生不老 特产店内 杀之的老板反应 杀之不小心把去年在庆典上拿到的剑给弄丢了 所以,一直害怕人鱼会来报复她 听吧,毛利无语地说道 那只下一秒就被一妙龄美女告知 这世界上真的有人鱼存在 活了290岁的长寿婆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完,她便转身离去 从老板娘口中得知,她叫奈厨子 是沙芝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传说中的那位长寿婆 现在就在举办庆典的神社里 如果毛利她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 还可以顺便向长寿婆的曾孙女君慧了解沙芝的情况 她跟沙芝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说起来,君慧也是一个可怜人 虽然曾祖母很长寿 但其他亲人都比较短命 祖父母在她出生前就葬身海里 5年前,父母在一次坐船出海的时候也失去了踪影 好在君慧比较乐观 并没有因此郁郁寡欢 得知毛利她们的来意后 君慧无奈地解释道 她的曾祖母今年刚好满130岁 并不是传说中的290岁 并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鱼这种动物 那都是人家胡揍的 所谓的如根之剑 只是施了驱魔避邪咒语的避邪之剑 是岛上的居民为了吸引游客 擅自将它改成了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如根之剑 关于沙芝的下落 它也不是很清楚 最后一次见它是在四天前 由于岛上没有牙医 所以,她就叫沙芝陪她到本土去看牙 当时,她还慰问了因为害怕人鱼抱负而显得惶恐不已的沙芝 但沙芝完全听不进去 话音刚落 就突然出现一名女子 她叫宋美 是沙芝、奈厨子和君慧的朋友 和沙芝奈厨子一样 对人鱼的存在和长寿婆的神力同样深信不疑 为了拉毛利她们入教 宋美还将三年前出现的人鱼尸体一世说了出来 不过,就在她准备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出来的时候 被她的未婚夫玉田给阻止了 并告诉毛利她们 如果是来这儿找沙芝的话 可以去她家了解情况 因为君慧要组织庆典活动 所以只能等庆典结束之后才能带毛利她们去沙芝家 举办庆典的时候 君慧会事先把号码牌卖给道场的宾客 只要宾客的号码牌和她曾祖母出世的数字相同 就可以得到如更之见 今天早上有一对老夫妇临时退回来了牌子 于是,君慧便将这两张多余的号码牌送给荷叶与小兰 让她俩也去碰碰运气 夜幕降临 人们纷纷集中到神社前 人声鼎沸 锣鼓敲响 庆典正式开始 过了一会儿 众人翘首以盼的长寿婆也终于出现了 只见身材还小 化着浓妆的长寿婆拿着一根长杆取火后 就在指门上点火 火烧出几个数字 这就是中奖的号码 看清号码后 对人鱼深信鼻疑的寿美和电源奈处子不约而同的欢呼着自己中奖了 既然他们两个中奖了 那最后一位幸运儿是谁呢 没错 不是著名的欧皇小兰 而是何叶 之后 君慧让大家到人鱼瀑布下集合 将在那里正式颁发如根之见 瀑布下 何叶与电源奈处子先后上前领奖 令人诧异的是 第三位领奖人 居然是喝得醉醺醺的沙汁的父亲 门鞋变葬 而不是先前欢呼中奖的寿美 领完剑 三位幸运儿便接受极乐之光的沐浴 借着烟花的亮光 有人注意到 瀑布上 众人合理将寿美拉上来之后 寿美的未婚夫玉条 发现她的脖子上勒着 专门为了防止危险而围在河岸边的绳子 于是 毛利推测 寿美可能是走到河岸边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虽然抓住了绳子 但是水流太快导致木桩脱落 于是 在掉落瀑布的途中 就被绳子给勒死了 但庆典明明在瀑布下方举行 他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呢 军会猜测 寿美可能是来找人鱼坟墓的 因为人鱼的坟墓就在这个森林里的某个地方 三年前 庆典结束之后 神社的仓库突然着火 将火扑灭后 人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具骸骨 因为骸骨腰部以下的部位被烧断的柱子砸碎了 所以人们就以为这是人鱼的尸体 警方调查后发现 那是一位中年女子的骸骨 怀疑死者很有可能是没抽中如更之剑的观光客 为了寻找奔用的剑 才溜进仓库里 但是照明用的蜡烛不小心将仓库里的毅然物品点燃 从而引发了火灾 之后 警方经过多方寻找 还是没能查清死者的身份 于是 便由神社将死者的骸骨带为埋葬 谁曾想 脑洞大开的游客认为人鱼的骸骨也是长生不老的妙药 所以纷纷跑来盗墓 无奈 长寿坡只好让人将坟墓偷偷移到了这个森林里 但评刺额 柯南更倾向于他啥 因为他们在下游找到了一个救生圈 这个救生圈 原本放在瀑布和河流的连接处 如果凶手先勒死寿美 再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 然后利用救生圈让他滑下去的话 就可以让寿美自然地掉在瀑布上 伪造成意外事故 与此同时 去报警的小岚回来了 由于海上风浪太大 所以警察一时半会儿无法赶来调查 宋美的案件毫无头绪 杀之的父亲有喝得醉醺醺的 因此 柯南他们打算去见见长寿坡 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结果线索没找到 反倒是何叶被长寿坡吓了一跳 他告诉何叶 如根之间原本是只去魔辟邪的宝剑 一旦放手 魔物就会在他身上筑巢 男人会入土成为一个没有心的恶魔 女人会入水成为一个无法说话的人鱼 所以他希望何叶时时刻刻都把宝剑带在身上 第二天晚上 毛利已经去参加寿美的葬礼 并打算借此机会 多了解一些关于岛上的事情 他们赶到灵堂的时候 军惠和门鞋已经守在那里了 细心的毛利发现宾客登记名单上 有店员奈厨子的名字 但是灵堂内并没有他的身影 小岚和何叶猜测他可能是上厕所去了 于是便打算出门寻找 屋外闪电大座 刚一出门 小岚就看到可怕的一幕 毛利检查后发现 奈厨子的死亡时间在一个小时之内 脖子上有道明显的勒痕 应该是被人勒死之后才绑到这张鱼网上 沙地上有两种鞋印 分别是拖鞋跟长筒靴 奈厨子脚上穿的是双拖鞋 不言而喻 那长筒靴就是凶手所穿的鞋子 可能还从拖鞋印上的剑印推测出 剑应该是奈厨子跟凶手搏斗时掉了 现场没有找到掉落的如根之剑 因而被凶手拿走了 众人本以为跟着长筒靴的鞋印 就可以顺利找到凶手的藏身之地 没想到鞋印是直接通向大海的 更令人诧异的是 鞋印旁还沾有闪闪发亮的鱼鳞 难道这一切都是人与所为 与此同时警方也赶到了现场 通过询问在场的宾客 毛利了解到案发前没有人见过奈厨子 也就是说奈厨子是第一个到达灵堂的人 然后没过多久就遇害了 如根之剑也跟着下路不明 毛利联想到杀之爷儿在剑不久后才失踪的 所以他恐怕爷儿凶多其少了 拿到如根之剑的人接二连三的发生意外 河叶不由的为自己的安危担忧了起来 与河叶从小一戏长大的评刺 也看出了河叶的担忧 于是对他说 之后警方顺着如根之剑这条线索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前来守灵的人身上有剑的人 只有在庆典上抽中如根之剑的门鞋跟荷叶 线索再次中断 评刺突然想到公布中奖数字时 寿美的言行举止无不再说自己中奖了 但上去领奖的人却是门鞋 如果能够知道昨天晚上 谁买了几号的号码牌的话也许能有所发现 好巧不巧 军惠每年都会把购买者和号码牌一一登记下来 于是毛利一行就跟随军惠去查看名册 在回去的路上 柯南一行了解到 他们五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都很喜欢看电影 大学时一起加入了电影研习社 拍了一部比丘尼物语的故事 后来还送去参加比赛 沙芝的摄影技术加上军惠的化妆技术 让他们的作品在比赛中获得了金牌奖 回到神社后 军惠发现名次不见了 由于只有今年的不见 所以他打算到其他房间再找找看 评则和柯南留在屋内翻看往年的名单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买号码牌的人来头不小 有前外务部长 内政部长 还有日营的总裁 除此之外 居然还有 不久之后 外面传来小兰和河叶的尖叫声 瓶子赶到后 只见小兰哆嗦的指着前方说 刚才 那里有个一头鹤发戴了眼镜的女人 一直在那里盯着他们看 抬头望去 人影没看到 倒是看到神社的仓库燃起了熊熊大火 仓库就这样烧了整整一个晚上 跟三年前一样 烧成了灰烬 并且三年前的悲剧又重演了 死者全身焦黑 戴了一副眼镜 身上穿着蓝色的衣服 岛上的村民都知道 这是沙织特有的打扮 但通过牙齿治疗痕迹对比后发现 竟然与军惠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死者是军惠 军惠小姐为什么会打扮成沙织的样子 难道是凶手想让人以为遇害的是沙织 而不是军惠 如果真是这样 那沙织的嫌疑就很大了 就在大家对着一堆灰烬一筹莫展时 小兰反映了一个情况 刚才有人打电话到军惠家表示感谢 感谢神社肯将如更之剑割爱 让他儿子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他出的那一百万很有价值 卖给他如更之剑的人 是一个高个子 骨子拉叉 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大叔 听到这个外貌特征 柯南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门鞋 这么说 打电话来的人应该就是庆典当天早上 把号码牌退回来的老夫妇 当时还没有举行庆典 那门鞋卖给老夫妇的剑 就是沙织前一阵子弄丢的了 联想到庆典当天 门鞋幸运地抽中了一只 接着 那本购买号码牌的名次就不翼而飞 奈出子遇害后见一不见了 于是 平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门鞋 有可能为了如更之剑而作案 之后 毛利一行兵分两路调查情况 平次前往寿美家 柯南和毛利前往沙织家 平次从村民那了解到 守夜的那晚 他们前脚刚走 门鞋后脚就离开了 平次还在寿美家的拖鞋底部 发现新鲜的磨痕 经对比 确认是如更之剑的痕迹 如此说来 奈出子遇害现场踩到如更之剑的 应该是这只拖鞋 而不是奈出子 柯南这边 按了按门鞋家的门铃 发现无人在家 幸好门铃声惊动了住在隔壁的玉田 在玉田的帮助下 柯南他们在盆栽底部 找到了杀枝房间的钥匙 一进到杀枝的房间 柯南就被杀枝放在床上的行李给吸引了 玉田解释道 因为杀枝经常离家出走 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行李包 好随时离开 不过 他们每次离家出走 几乎都去军会家 所以换洗衣服跟备份用的眼镜军会家也有 听吧 柯南突然想到 案发前 小兰曾在军会家看到一个很像杀枝的人影 于是 柯南便让小兰看杀枝的照片辨认一下 那晚看到的人到底是谁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天太黑了 所以小兰没能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柯南思考下一步行动时 突然注意到杀枝的行李中 各种证件都齐全 唯独少了那个 正是缺少的那个证件 让柯南弄清楚了案件的真相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守法了吗 当柯南将自己调查到的真相告诉评刺后 评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柯南表示 与此同时 调查小组在山里追击到了门蝎变葬的行踪 一时无法接受真相的评刺挂断了柯南的电话 打算和门蝎对峙一下 评刺没在山里找到门蝎 却意外地找到了疑似人鱼的坟墓 坟前还烧着一只箱 说明不久前有人来祭拜过 似乎印证了柯南的推理 就在他准备查看是不是人鱼的坟墓时 不小心摔下悬崖 然后与荷叶上演了一场悬崖版的泰坦尼克号 之后 警方顺利抓到了门蝎 人到齐后 柯南便标运毛利 开始借他之口还原案件真相 柯南表示 在这三起案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起命案 也就是奈处子遇害案 从现场的状况来看 凶手似乎是沿着海浪的边缘 往返于命案现场 其实不然 那个脚印 指凶手提前设下的陷阱 为了迷惑大家 还特意在脚印旁和奈处子的身上 撒下鱼鳞 让大家误以为这是人鱼所为 案发时 离开守灵房间的人 除了遇害的军会 就只有御条和门邪 其中门邪的嫌疑最大 因为警方在他身上找到了被人偷走的名册 还在救生圈上找到了他的指纹 并且在庆典当天的早上 门邪以一百万元将杀之的如根之剑 卖给了一对老夫妻 但他并不是凶手 如果门邪是凶手的话 应该会把名册和仓库一起烧了才对 并且岛上的居民都知道那本名册放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必要慌张张地跑到神社把他投出来 其次 门邪想要把奈处子约出来也很困难 因为奈处子早就知道寿美抽中如根之剑了 后来门邪又拿着寿美的号码牌领奖 所以奈处子应该有所警惕 救生圈上的指纹 应该是那张中奖的号码牌和救生圈一起掉进河里时 他在捡号码牌的时候 不小心碰上的 至于玉田 也不是凶手 凶手之所以利用救生圈杀害寿美 是因为他希望寿美掉入瀑布 从而制造意外身亡的假象 凭玉田做渔夫的万例 要将体态轻盈的寿美直接丢进河里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此一来 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使用救生圈而留下把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凶手在杀害寿美的时候 故意制造出意外身亡的假象 但是在杀害奈处子的时候 却完全不掩饰他杀的可能性 大家试想一下 这个差别代表什么意思 寿美遇害的时候 警方因为天气原因 不能立刻赶到岛上来办案 但是按照一般情况 警方应该在当天晚上就赶到现场才对 如果这是一件他杀案件 警方势必会严加调查 这么一来 凶手就无法实施杀害奈处子的计划了 对此预天有些不解 凶手袭击的对象 都是有如根之剑的人 但在长寿婆没有公布中奖名单之前 谁都不知道奈处子会中奖 所以他如何预谋 柯南表示 袭击抽中如根之剑的人 是凶手制造的假象 是为了要误导警方调查所做出的障眼法 凶手之所以让奈处子的死状 呈现出明显的特杀痕迹 为的是让所有人在这一瞬间都集中到命案现场 好继续进行他的第三宗杀人计划 在奈处子的命案中 玉条的门鞋都不是凶手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犯下这起罪行的 就是军慧 想必大家一定很疑惑 军慧已经遇害了 凶手怎么可能是他 但如果在仓库里那个烧雕的尸体不是军慧呢 柯南和牙医打电话确认过了 其实去治疗牙齿的人是沙芝 军慧陪沙芝一起看牙医的时候 趁着沙芝不注意就从他的包里偷了他的保险卡 再假装好心 让他暂时使用自己的保险卡看病 这么一来 牙医那里的资料 留的自然是军慧的记录 在仓库里杀了沙芝后 再故意放火焚烧 警方根据交尸的齿形 就会误以为死者就是军慧 而小兰在院子里看到的人影是军慧伪装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把罪名嫁祸给沙芝 此时此刻 凶手军慧就在这个房间里 利用他出神入化的化妆技巧 伪装成某个人 要想完完全全伪装成别人的确非常困难 但如果伪装成一年只出现一次 并去化着农装的长寿婆的话 穿帮的概率自然会跟着下降 这也就能解释 为何军慧袭击的人 都是有如根之箭的人 接着 柯南又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其实 三年前在火灾中遇害的人 应该是军慧的母亲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应该都是为母报仇 听吧 军慧在众人的惊恶中 私下长寿婆的伪装 并承认三年前遇害的人 是他的母亲 我认识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三年前 他从母亲那里接下了长寿婆的使命之后 为了这个小岛拼命的演戏 本以为他会一直这样下去 直到一个星期前 沙芝把剑弄丢慌了手脚 他才得知三年前火灾的真相 沙芝 寿美 和奈厨子因为在庆典上没有抽到如根之箭 所以就借酒壮点放火烧了仓库血粉 想看看由军慧母亲扮演的长寿婆 是不是真的长生不老 其实 关于长寿婆的秘密 除了岛上的年轻人之外 大家几乎都知道了 他们知道三年前在仓库里被烧死的就是军慧的母亲 那场火灾之后 他们就决定永远不再举办如根庆典了 但是看到军慧又扮成了长寿婆的样子出来迎接他们 既然军慧愿意继续当长寿婆 那他们就默默地配合他完成心愿 在返程的时候 柯南他们遇上了外交官事件中受害人的儿子 贵子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奇怪心风的真相 原来贵子的女朋友也是人意倒的人 就住在沙芝的隔壁 知道沙芝害怕被人鱼报复后 就让他找评测和公同心一帮忙 以上就是人鱼失踪记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给点关关注支持一下哦